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月薪的支持 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频道叫你好八卦 将会以全新的视角为您报道更多更爆的娱乐新闻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并关注订阅我们 吴婉芳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但在上个世纪她可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美女 近年来她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是因为30年不老的少女容颜 被网友称为动灵美人超美魔女 许多人为她的美颜倾倒 光洁柔美的脸上真的是看不出年岁的痕迹 光是那张青春自然的美颜就已经打败了一大票整如女明星 更令人惊叹的是网友们还发现嫁入豪门的吴婉芳 不同于其他的女明星 她26岁嫁给爱情被豪门阔哨宠成公主 结婚20年来 吴吴夫妇两人出席活动仍然是双手紧握 接受访谈时吴婉芳声称 我很满意呢 不骗你 生活中自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但现在的我是十分满足的 然而事实难料 人生总不会是圆满无憾的 动灵美人的故事还在我们口中流传 忽然间啊一则噩耗便在网络上传开了 去年吴婉芳的老公不幸猝死 没有人会料到一个星期之前还在和太太逛街的人 竟然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 周年57岁 49岁丧夫对吴婉芳来说啊 莫过于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事了 但在丈夫的葬礼上吴婉芳很淡定 他自称嫁给他不后悔 尽管他先走一步 但是他们的这一辈子很幸福也很值得 虽然他人离开了 但他会一直在自己的心里 老公胡佳华虽然是一个出身富贵家族 却也不是靠家族余音庇护的顽固子弟 相比起一般的富二代啊 他的故事呢也是极具传奇性 1985年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 回到香港帮助家族料理企业 因为唯人勤奋好学 天字聪颖 家族的生意是越做越强 香港的好多楼产都是胡佳的产业 胡佳华在妻子18岁那年和他相识 胡佳华与女方相恋的时候 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有活力的年轻人 但从2007年开始啊 他的青丝变白发 人也看起来非常苍朗 站在太太身边呢 就像是老了对方20岁 据报道 多年前胡佳华曾经得了重病 康复之后啊 就戒烟戒酒了 但是人也是变得消瘦 再与太太吴婉芳一同露面 就像两妇女了 胡佳华为香港起立企业董事 在英国完成中学 1985年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同年回港打理家族生意 出任集团经理 胡佳华出身富豪之家 家族显赫 爷爷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富商 大慈善家胡赵翅 胡佳华的父亲 胡宝新爵士 则是胡官李罗律师行创办人之一 至于胡佳华姑姐 胡木芳 则是香港赛马会董事 周永健的太太 任何继黄虎副集团董事总经理 是有名的打工皇帝 家族实力可闻是赫赫有名 令人羡慕呀 出身富家 但胡佳华未有因此袭染少爷仔的脾气 他小时已被送到英国留学寄宿 他曾接受访问指 无论气温再低 他都会洗冷水澡 而且在学生阶段也是备受欺凌 曾因为弟弟受欺负而第一次跟外国同学打架 胡佳华毕业后一直致力于家族生意 在其类企业工作20年 主要负责香港业务 包括地产 从上至于胡佳华一直立于公益事业 曾任敦华三院总理吴婉花 于1993年6月26号 与胡佳华在英国举行婚礼 但他们贯彻低调的作风 并未有大事宣扬 当年女方接受周刊专访时提到 她与胡佳华在结婚的时候前两个星期 才悄悄的飞往英国 吴婉芳18岁选完港起之后 就与胡佳华相恋 1993年正是两人恋爱7年的时间 当时胡佳华无端端的要求订婚 后来又因为不知道订婚需要做什么 而改为结婚 整个过程吴婉芳都非常被动 一句随便啦 都答应了当胡太太 有了接下来20多年的牵绊 结婚的过程一点都不浪漫 全部都是心血来潮 却显得很踏实 相恋多年一直风平浪静 吴婉芳形容这是一段细水长流的爱情 她在专访中提及老公的缺点优点 没有半点煽情 都是平常夫妻之间的状况 两人婚后育有两子一女 长大后呢 跟足胡佳传统非常低调 22岁长子Casper去年在伦敦大学经济系 以一级荣誉毕业 先修读硕士课程 而二子Linus则在牛津大学读书 高大又英俊 近年参加了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健美先生比赛 成功赢得主比冠军 但吴婉芳曾指Linus无意进娱乐圈 而幼女Helen呢 更是贯彻胡佳一向低调作风 没有任何消息流出 就连社交平台也是封锁的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Helen的资料 而照片呢 也可指是在二儿子Linus的社交平台中看到 吴婉芳与女儿合照 看起来就像两姐妹 而且妈妈的美貌呢 还是更胜女儿 网友大呼成熟后啊 肯定又是一位大美人呢 当年吴婉芳凭着完美的五官夺得亚军 最上进小姐及才华小姐三个奖项 创现第一位获奖最多的港姐记录 风头一时无两 后来呢 他却突然被无限封杀 噩耗来得如此之快 让人瞠目结舌 吴婉芳最唱歌的兴趣远远大于拍戏 换句话说呢 他不想拍戏 而想一心一意的唱歌 他的想法与无限 为他设定的路线完全相悖 加上个性十足 所以啊 无限高层一怒之下将他封杀 他输给了当时的冠军李美山 对方容貌只属一般 但学历非常高 有硕士名闲 还会讲十几种语言 是港姐历史上被誉为最高学历的冠军 吴婉芳说的心服口婆 但是他获奖后的第二天 便被TVB为以重任 参与1986年的世界杯宣传片的拍摄工作 后来他签约TVB做议员 主持新秀歌唱比赛 以及被派前往加拿大参加世界博览会举办的香港之夜 之后 亦参与了不少话题的演出 当中包括有生命之旅 人海绿皮书等 其后呢 有传他因为推调势不低头 曾凯仙一绝而被雪藏 到了1990年 吴婉芳转战乐坛签约宝易新唱片公司 并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同年获得十大竞歌金曲颁奖典礼 及叱咤乐坛流行榜夺得新人奖 在短短两年半内推出了四张专辑 感情方面 吴婉芳先后与已故巨星张国荣 及蔡风华传出绯闻 但他的真命天子呢 一直都是胡佳华 此外 吴婉芳也与歌神招选有关系密切 原来他们是气兄妹 两家人关系非常好啊 嫁人之后的吴婉芳 变成了一位全职太太 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 却没有被家族继承人的问题困扰 喜得贵子 两男一女 而且三个孩子都在国外读书进学 十分让人省心 用港媒的话说 就是三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相当厉害 大儿子就读于伦敦大学经济系 目前是研究生在读 二儿子是牛津大学高材生 小女儿也和大哥一样 顺利地进入了伦敦大学求学 不同于一般的豪门 吴婉芳在面对孩子未来 是否要继承家业的选择时 尊重他们的喜好 给孩子们最大的选择自由 有香港媒体拍到 扩台吴婉芳现身香港街头的画面 但是呢让人有些意外的是 这一次吴婉芳购物的地点 并不是高档的金融中心 而是一些平民百姓们最爱逛的小地摊 只见吴婉芳一只手上拎着一个超大的袋子 里面都是塞的满满当当的一些商品 看样子女人的购物语啊 是怎么也挡不住的 从这一组照片当中 我们还看到了吴婉芳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前面 手里一直拿着价值 一件不超过百元港币的背心 不停地比较 为了买到合适的商品啊 他还蹲下来将购物摊上最底层的东西翻出来 仔细对比 这个动作呢让很多经过的路人对他产生了非常多的好感 没想到身为豪门阔泰的他呢 居然也有如此接地气的一面 再来看看吴婉芳的侧面照 只见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下身的穿着一条宽松的黑色裤子 他将自己的头发简单地扎成一个马尾辫 搭在自己的肩上 看起来非常的随意 而从这张侧面照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即使现在已经到了51岁的他 看起来也是活力满满 如果不点名他年纪的话呢 应该也没有人能够猜到他现在的真实年龄吧 提到吴婉芳这个名字呢 也许很多人都不是非常的熟悉 其实吴婉芳早期在娱乐圈的发展 算得上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由于他的长相实在是太出众了 所以也成了桃色绯闻制造机 在吴婉芳19岁的时候 他就参加了当年的港姐选举 并且还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以此为契机 他也成功的进入娱乐圈 开启自己的视野 不过人红是非多 在当年刚发展没多久啊 就不停的与圈内一些知名的男星传出绯闻 比如说郑一剑和张国荣等等 最后吴婉芳爆出与一名富商秘密交往的新闻 也是让很多喜爱他的粉丝离他而去 从说明确起到被公司雪藏 吴婉芳的经历在外人听来啊 甚至感慨万千 于是他自己也决定退出娱乐圈 去拥有自己的生活 只不过让人感到有些惋惜的是呢 吴婉芳的战俘在一个夜晚突然去世 这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不过呢 从吴婉芳现在的状态来看啊 他也很快从中走了出来 成为了孩子们坚强的后盾